1 2 3 欸 歐爾你在幹嘛? 我在做剉鞭 什麼剉鞭? 我給觀眾吃雪花 今天開箱 新野度假出The Tower 進來進去 好不好 進來就是兩張安冷床 看起來就還行 然後這邊有一個 座位序 它的賣點其實是這裡 好不好 大家準備一下 有沒有 我們現在是在The Tower 21 樓 所以這個 view 可以說是相當不錯 剛好現在也沒下去 所以這個風景還不錯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接下來的 我們兩個小冰箱 空空的 然後這邊有個mini bar 看一下UCC的咖啡 這也算標配了 然後茶包 還有熱水壺 好 接下來看這邊 這邊有一個放大衣的區域 然後這邊有一個衣物間 然後還有寫吧一些基本的 也是就是標配 好 看一下浴室的部分 浴室的話也是日本標配的 頭筒馬桶 還有一個浴缸 不過大家應該都會去泡溫泉 這個浴缸我猜 我過境應該用太多 對 然後一些備品 還有基本的洗面台 好 所以我記得是Panasonic 對 那 看起來還有一些牙膏牙刷 自己 去備品去自己拿 一定現在比較環保 這樣 好 大概就這樣 我們現在來到新野度假村的雲台攬車 好不好 直接拿著攬車到最山頂那邊 看風景 好不好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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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我們現在搭乘了 新野度假村的攬車 那這個攬車呢 它的全長呢 還蠻長的 這個會在補充數量 還多長 多長 咖咖咖咖咖 它成千兩百公尺喔 所以呢 喜歡要閃爵的遊客啊 搭乘這個攬車呢 就可以到山頂 我們現在直接要去登山 我們要前往 雲木三橋 對 好 那我們就Let's go吧 聽說有一個 室外選舉 我們要爬一陣子 才能看到 我們現在是 幾點 日本時間1點 1點20 我們要趕快爬 不然3點以後就要開始 前段 就黑了啦 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是12月嘛 那北海道的話 4點的時候呢 就會日落 今天呢 大概4點以前呢 把想要玩的項目啊 或是想拍的照呢 都拍完 第一個景點有沒有 高台咖啡座 有沒有 感覺很冷 直接坐上去 直接變人體冰棒 Clob Bar Clob Bar Clob Bar 好 這Clob Bar 有沒有看到? Viu很好 我們到守望台了 這邊下面很多需要 登上海拔 1088米的霧冰平台 可以欣賞到度假村絕美雪景 當空氣中的水蒸氣 或霧附在樹木上時 也會看到樹冰的特色景觀 如果有機會來新野度假村 可別錯過喔 大概1.5元 海拔有機會來新野度假村絕美雪景觀 時光針 PD 呃 你們差不多 這也蠻豐盛的 鹹炸了糖原大雞塊 聽起來好厲害喔 再一次 看起來好好吃喔 厲害耶 你剛剛說這是森林餐廳 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這是森林餐廳 來看一下外面 有沒有 好漂亮喔 好我來總結一下這個森林餐廳的屏蔽 首先最值得還是這個V吧 然後在這邊就趕快吃飯 這一定是最大賣點 別人食物的不算 我覺得食材本身都還不錯 那一較可以 我覺得大概吃一下四大便 小羔羊 還有那個煎牛排 還有那個糖羊炸雞蟹炸的 還有一個牛肉 牛肉蓋飯 這樣 它其實比較屬於精緻型 但總類感就是少量這樣 所以大家來應該還是 Focus應該還是 少一點排隊 排到有一個高爽的位置 還是比較適合這樣 這樣就是這個森林餐廳的一個 簡單介紹 對吧 最後來看看民建築師安藤忠雄的作品 水之教堂 今夜度假村的服務非常好 滿足旅客們的娛樂 餐飲 素素 心靈的需求 這次我們來的時候 冰城還沒有開始 有一點可惜 下次我們一定要再來 那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第一屆新野杯 雪柴犬比賽 1號參賽者歐文 來介紹他的作品 好不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雪柴犬有沒有 坐著坐著那邊 土波鼠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眼睛 還有這個尾巴 柴犬第二位參賽者 介紹一下你的作品 嗨 好 皆さん 我是來自台灣的Yu-san 那今天呢 我在新野這裡呢 製作的這隻雪柴犬 它主要呢 是以安靜為主題 有沒有看到 我真的不會講話 它不會講話 而且不會亂叫 是一隻乖乖長 是不是廢話 而且它正在睡覺中 大家看到它陰挺的鼻子 有沒有 鏡頭拉近一點 陰挺的鼻子 好挺好挺 超挺的 剛剛小孩走過去 有人說是豬 它不是豬 它是財犬